大家好,我们养兰花的时候啊 这个兰花它的新芽新苗呢 只要养护得当都会长得越来越健壮 但是呢,如果我们养护的过程中 兰花的这个新芽新苗呢 会出现一个特别软弱的现象 而且特别容易出现导苗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啊,出现这种情况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养护的过程中呢 做了这两多两少 然后就会导致它出现这个新苗呢 就会越养越弱的现象了 那么哪两多两少呢 首先第一多呢,就是吃了过多的淡肥 可能很多花有机会在兰花这个新芽期的时候呢 给它偏吃了这个淡肥 那么淡肥过多就会导致植株呢 疯长,但是植株呢,它长得太快 那么它就会出现一个倒幅的现象 长得比较弱 因为淡肥过高而导致的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使用了过多的这个激素 可能有花有在养护的过程中呢 会使用一些刺霉树这一类的生长激素 来促进植株的生长 但是如果你用量过多或浓度过高 就会导致植株蜂长 然后出现一个倒幅的现象 其实这种现象呢 就和偏湿高淡肥的是差不多的 那么哪两少呢 首先第一少就是光照过少 养护的过程中呢 我们植株要想长的健壮 就一定要给它充足的散色光照 让它进行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光合产物多了 自然也就会长得旺盛 长得比较健壮 如果光照不足 植株叶片的话就容易涂长 然后出现倒幅的现象 那么还有一少的话 就是养护的过程中少了甲肥 很多话有用肥的话 可能用过多的淡肥 没有给它及时补充甲肥 我们都知道甲肥是促进植株的 如果缺失甲肥 植株呢就会长得软弱无力 然后会出现倒苗 所以呢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 最好就少用或者不用这个植物激素 然后养护的过程中呢给它充足的散色光照 然后及时的补肥 不要补过多的淡肥 最好就是用这种南科专用有进氧液来促进你的新芽的生长 当然在使用这个南科专用有进氧液同时呢 大家还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这个花多多12号促进植株的健壮 花多多12号的淡领甲比例是15比11比29 它的酱含量是偏高 是有力持住的健壮 那么这样 酱户再加上用肥的话呢 就能够让你的新芽越长越旺盛 越长越健壮 所以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为什么南花的这个新芽新苗会出现这个软弱倒腹的原因 我们只要避免着两多两少 那么它就能够越痒越旺越痒越壮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